財政預算案預計2022至23年度 綜合赤字為1398億元 主要因為利得稅、地價及印花稅收入都較預期少 而推出大規模逆周期及防疫抗疫措施涉及龐大開支 財政儲備在2023年3月底預計為8173億元 至於2023至2024年度財政預算 政府整體開支將會下降至7610億元 總收入預計為6424億元 連同政府發債大約650億元 年度赤字預計為544億元 我建議今年暫時維持利得稅及身奉稅稅率不變 這個有助我們鞏固既有的稅務優勢 亦都配合政府吸引企業及吸納人才的整體政策方針 然而面對財政壓力 我們仍然需要設法在短期內增加政府的收入 我建議自2023至2024年度起 在博彩稅條例下向香港賽馬會徵收 每年24億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為期五年 而原有的博彩稅稅率不變 這個安排已經充分考慮 本港賽博彩事業面對的外部激烈競爭 香港賽馬會也承諾 不會減少它對本地慈善事業的承擔 中期財政預測方面 政府預計2024至25至2027至28年度可以維持盈餘 財政儲備在2028年3月底 預計為9,837億元 相當於大約14個月政府開支 以過去香港在逆境時的財政狀況作為參考 我認為目前財政儲備的水平是穩健的 香港應該善用發債的空間 以支持和加速我們的經濟發展 並且創造容量投資未來 讓市民更早分享發展的成果 政府會進一步擴大綠色債券計劃的範疇 以涵蓋可持續金融項目 金管局會適時公佈相關詳情 基建是經濟持續發展 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重要一環 我建議成立基礎建設債券計劃 讓我們可以更好管理大型基建的現金樓需要 也讓為及經濟民生的項目早日落成 市民早日受惠 我們也會研究給公眾有機會參與營購 讓市民對支持香港長遠發展的項目 既有參與感亦有獲得感 我將會在2023、2024年度 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建議 即使未來進一步發債 我們仍會維持在政府債務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預計去到2027、2028年 中期預測的尾段的時候 相關的比率仍是會低於10% 我強調我們會確守量入圍出的財政紀律 發債所得的資金 不會用作支付經常開支 澈幻想不足為期 發債所得到3027這項目 發債所得到2026年度 append授了 發債所得到了2026年度 發債所得到2027年度 好想ierra債所得到2025年度